谁能想到呢?就连自己人都没想到…… 阿桑他现在已经满脑子都是…… 完了?从来不离开领地的母树竟然离开了领地…… 这是本体吧…… 一定是本体吧…… 话音刚落…… 就见母树幻生背后…… 庞大的天稻树骤然从裂开的土地中猛长出来…… 那架势彷彿要将天地都直接劈成两半…… 阿桑倒吸了一口冷气…… 救命…… 居然真的是本体…… 那领地那边呢? 那边咋办? 真是让人伤心啊…… 我来……可不是为了谢你的…… 混沌换身不孝的时候…… 整个人显得阴气森森,看着让人很不舒服…… 那一场厚重的煞气一层层地围绕着他…… 多看一眼都让人觉得刮骨般刺痛…… 而他背后,同样有一株聚藤字地面伸出…… 瞬间就切开天地,横向蔓延…… 只是那紫色的藤蔓之上…… 无数的白爪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吼叫声…… 可细细听来却又发现是无数笑声聚集在一起…… 他们纷纷将自己的爪子深深扎入那紫色的藤蔓之中…… 应该是很痛的…… 但混沌换身眉皱一下眉头…… 听说你离开重巢,就会遭受恶念反噬…… 果然是真的呢…… 看来你的问题并没有被根治啊…… 母树往前一步…… 她变成阴念的时候,脸上能做出任何神情幻想…… 可现在回归她的本体…… 脸上就什么表情都没有了…… 混沌换身同样不耐地看着她…… 上次跟你真身面对面见面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爱笑的小姑娘…… 彼时…… 天道出生…… 而她作为混沌,力量却在一日日地被削弱…… 那年轻姑娘,天道树却在一日日地增长实力…… 一种会被取而代之的恐慌让她做了很多措施。 她不再庇佑自己的子民,而她的子民也抛弃了她。 子民们都看见了她的衰弱,从而想要投向年轻强大的天道的怀抱。 一个两个都蠢蠢欲动。 而她,为了防止自己的实力像破洞的球一样迅速地瘪下去。 在自己的子民叛变前,没有丝毫犹豫地吞噬了自己的子民,也导致现在恶孽缠身。 一开始的时候,英恋说她看见你了,说你央求她杀了你。 母树一步步地朝着她走过去。 每走一步,背后的法则永针带起的飓风就绞碎好几座连绵的山脉。 起初我没信,可后来一想,万一是真的呢?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在打她的主意。 母树微微扬起头,是一个嘲弄的姿态。 那个孩子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源于你手下的重组。 你竟然还觉得她会像灵霄一样,投向你的怀抱吗? 混沌换身背后的混沌藤伸出了无数长满稻刺的细藤。 直接将母树攻过来的无形法则,生生搅住。 话说的倒是自信,可是你不是也怕那个孩子和灵霄一样? 投了我,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带着本体过来了吗? 你为她魄力的次数可真多。 不怕你的子民闷妒忌她,从而心生不满吗? 那歌人的气浪两两相抵,反倒是形成了一个真空之地。 阿桑一边抽法器,一边在心中疯狂咆哮。 这两个家伙都疯了吧? 母树是本体挪过来,混沌藤竟然也是本体挪过来。 等会儿,她的本体可以挪动,证明她没有丧失战斗力。 那为什么她会允许鼎黄切割她身体的一部分去造那个神器啊? 这么宠的吗?她看不懂,管你们那么多呢? 你们大老牛逼,直接对打都不用管咱们知道不知道的。 阿桑口中碎碎念,我先杀得痛快再说。 天空上的那顶尖战斗,就像是太阳落下。 刺眼的,让人都完全看不现边边角角的战斗。 阿桑一边砍杀虫族,一边凑到了万遇众人的身边去。 咱们领地怎么办啊? 我的全副身家都在里头呢。 她苦着一张脸,母树要干这么大一票,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们呢? 我至少可以将自己大部分的财产先挪到自己身上不是? 周绍玉浑身是血。 她又杀叛徒,又杀虫族,觉得体内的血都燃烧起来了。 文言直接一甩手,怕啥。 她一场自信地回道,有人守着大家的财产呢? 周绍玉抽空举起一个大拇指,一个特别靠谱的人守着呢。 阿桑,啊? 她还没转过弯来呢? 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是阴念。 毕竟母树之下也只有阴念了吧。 寿王林昆那些都是过去式了。 但阴念靠谱吗? 而且鼎黄也没出现。 白娘娘也没出现呢。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她心里一想白娘娘,马上就跟着出现了。 那熟悉的气息降临在母树领地的时候, 阿桑都要急死了。 怎么办?白娘娘打过去了? 周绍玉看了一眼倒是没有多少惊慌的神色。 只是冷笑了一声说, 果然,藏头鹿尾的东西就是上部的台面。 只敢跟在虫子后投捡便宜。 母树领地内。 中间巨大的凹坑让领地内所有人都陷入了迷茫和恐惧之中。 母树,消失了。 而紧跟着,外面就传来了母树和混沌藤队战的气息波动。 毕竟是天花板级别的两个强者在交手。 这份强大的气息让周围的人彷復被冻住的脑子又上了一层屋。 母树抛弃他们了? 不然咋连着本体一块搬走了? 但可惜, 他们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一直躲藏在暗处悄悄观察的白娘娘出陷在了他们的头顶。 没了母树的保护。 他们的气息完全泄露在天地之间,更是直面了强者的威压。 当场就有不少实力不太行的人,被压的身上骨头都要碎了,完全趴在地上。 站都站不起来。 白娘娘看着底下这些人的眼中满满都是厌恶。 一群寄生虫。 它低生难难,寄生在扶植身上的寄生虫都该被拔除掉。 它抬手就要将这些人捏碎。 可庞大的精神力撑开。 重新在领地上撑起一个巨大屏障的同时, 还碾碎了它的攻击。 被庇佑在精神力之下, 站都站不起来的人顿时觉得肩膀一轻。 纷纷抓着自己的法器站起来。 他们往四周看, 果然看见了站在一处山巒之上的圆心碎。 强大的精神力从它的指尖喷发出来, 很好的削弱了白娘娘对他们的影响。 即便是没办法和母树那种完全控制媲美, 但已经足够了。 足够让他们拿起法器进攻。 快, 把各家大阵都推出来。 有人狂吼着。 母树不在, 他们得死守了。 死也要守住。 哼, 就凭你们。 白巡眼中满是嘲讽, 看着圆心碎的眼神也颇为不善。 你可真是暗眼得很。 他身形一动, 率先对着圆心碎冲了过去。 在保住这么多人的前提下, 你还能和我打? 真是大意啊。 他的手带起的灵力, 在天边画成了数万巨人。 只对着圆心碎一人就攻去。 他真是反死了陷阻。 群战的时候, 一个县族人就抵得上数万精锐部队。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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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背后, 无数叛军齐声高喊, 声音亢奋无比。 母树离开了领地。 真是天赐良机。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那数万巨人, 声势浩大。 旁服要枪圆心碎撑开的防护罩都一块切割掉的模样。 可这般声势浩大的巨人, 却连圆心碎的边都没有挨到。 已经在半路如同爆开的碎冰一样, 喷喷的碎裂漫天。 那些高喊着沙沙沙的人只觉得一阵庞大的威压从地底深处冲出来。 旁服无数无形的锁链。 拽着他们的脚, 就将他们从高高的天空上拽落到了地底。 这还不算。 那威压竞压着他们的肩膀, 让他们的膝盖重重落地, 发出了清脆的骨裂声。 大人, 救我们啊! 不过片刻, 他们就也尝到了领地上众人被压趴下的滋味。 一只手从圆心碎背后伸出来, 慢慢地搭在他的肩膀上。 背后露出来的那张脸上带着笑容。 白娘娘, 你的属下们都很菜啊。 我不过试点了点手指头, 就冲我跪下了呢。 龙祖身上原本破损的背甲都已经变得重新完整。 不仅如此, 他身上鳞片上还燃烧着一层浅蓝色的暗芒。 暗芒中看似有烈火在熊熊燃烧, 但仔细一瞧。 竟然是浓郁的灵力从他的体内意味来, 远远看着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 龙祖的爪上, 背上的翅膀上都镀上了一层银色的东西。 那东西上散发出极其恐怖的波动。 一看就是华轩给他装上的。 龙祖一飞冲出天际, 华轩就在底下看着。 这段时日, 除了在弄自己的大杀招,还有一些阴念他们会用得到的法器之外。 他所有的心血都投入在了龙祖身上。 好的法器和人的羁绊是很深的。 这是念念的法器。 话轩难难。 比起阴念他们会有的漫长的未来。 他的一生是如此短暂, 几乎一眼看到头。 等他死了之后, 还会有人这么认真地替阴念制作法器吗? 他很担心。 所以,至少在他在的这些时间里, 他要尽可能地将龙祖的实力提升。 他找人专门将虫族心脏的能量提取了出来。 每日让龙祖定期服用, 而且一日日地加量。 龙祖自己也去寻了寿王, 要了不少能提升实力的法子。 他背后的双翼在他拼了老命的填补下, 血脉再次突破, 变成了四亿。 龙祖鼻子里喷出浓浓的火烯。 他的目的地只有一个。 那就是阴念的身边。 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了。 久到这一年半的闭关时间, 对他这漫长的生命来说, 就像是眼睛一睁一闭那么短暂。 可怎么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他却觉得度日如年呢? 他看着站在烈火漩涡中央的阴念, 想到了他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当时, 他是第一学院的守护兽。 而他只是一个初入第一学院, 有点小刺头, 有点小天赋的新生。 后来他进步神速。 他成了他手上的法器。 当时他想, 他要庇护这年幼却了不起的孩子一路走下去的。 当时的他, 还不知道天到底有多高, 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残忍的真相。 他想, 凭他这年纪, 这实力, 护他二百年, 总是没问题。 可不行啊, 他成长得太快了。 而他太老了, 突破四亿都是他拼了老命的。 要不是华轩送来了一点母术的生命本源, 他在突破时就应该死了吧。 可即便是这样, 龙祖张开嘴, 再度发出了一声高亢的龙鸣。 他巨大的身体变成了一柄银红色的长刀, 刀身上是四亿图案。 无数灵力在那图案上凝聚。 不再是一柄单薄的龙刀了。 银红龙刀稳稳握入阴念手中。 入手的那一刻, 阴念磅礴的灵力就完全没入了长刀的身体里。 他一双眼睛变成了灿烂的金色。 脑海中彷复有书叶翻动, 像是无数只推手, 从先知一族到龙祖。 最后稳稳落在他的背上, 书叶定格。 龙刀发出阵阵嗡鸣声。 龙祖完全吃下了曾经吃不下的, 阴念的所有灵力和魔元素以及精神力。 他的换体好像迅速膨胀了起来, 可没有像之前一样称烈。 他承认自己年事已高, 也承认自己中有一日会跟不上年轻人的脚步。 阴念远还没有到他真正的巅峰期。 可即便是这样, 他也不打算让出这个位置。 他会在取代他的法器出现之前坚定地认为, 再没有会比他更适合阴念的法器了。 数千个阵法贯穿天地。 别曾牵穿, 龙刀位于阵眼中心。 阴念一刀斩出。 巨大的光弧雀寂静无声。 这一刀下去。 数千阵法瞬间破碎, 融化成无数星辰附着在这刀光之上。 撕裂开的银河呼啸着落在那一座座的金身上。 而一直都胸有成竹的白群终于面色大变。 收束身! 他手中飞快结印。 九十九座金身爆发出即将的威压。 可即便是这样。 那刀光也拖着星辰河轰轰烈烈地杀过来了。 排在最前头的十座金身骤然碎裂。 而与此同时, 剩下的所有金身也已经集合完毕。 巨大的佛掌将阴念狠狠拍出去。 阴念的两只手被瞬间炸烂, 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往下跌落。 龙祖迅速将它驮在自己背上, 重新飞上高空。 瞬间失去十座金身的白娘娘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的眼耳口鼻齐齐飙血。 整个人如遭重击, 捂着心口弯下腰不要前斑吐出了一大滩血。 白娘娘的两只耳朵里都是嗡鸣声。 同时沙星疯狂生长。 这才多久。 阴念已经能伤她到如此程度。 纵然有她轻敌的原因在, 可都被打到这份上了。 若是还只强调自己是轻敌, 那就真的是愚蠢又不要脸了。 但和沙星一起疯狂蔓延的。 还有白娘娘心中, 那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畏惧感。 若是再让她这样肆无忌惮地修炼下去。 再过百年, 还有她和林霄什么事? 难怪, 白娘娘用袖子狠狠擦掉了自己眼睛里流出来的血。 混沌腾哪怕拼着遭受恶念反噬, 都要出来亲自杀了你。 阴念, 你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阴念彷复失去一时了一般, 躺靠在龙祖的身上。 白娘娘说归说, 索命的动作却一点都不慢。 剩下的八十九座精神 已经以一种可不的速度撕裂空间, 朝着阴念杀了过去。 但龙祖肆意之后, 速度又怎么可能同之前一样呢? 他飞身躲开了那些眼花缭乱的攻击。 在最后, 被一座精神近身之前, 龙祖的庞大的身形骤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持刀的阴念一刀将错过来的精神再次展开。 他的双臂重新生长了出来。 这一刀在精神上留下了深深的划痕, 再不是以前那种打了都不能打破的样子了。 真可惜啊, 白巡。 阴念抬起头, 一只眼睛完全变成了绿色。 重足一时也被他如臂指挥, 压在了正好能迅速修复身体。 但是又不至于失去意识的程度。 你的精神不是活人, 拿不得法器。 毕竟你的精神就是你的最强法器了不是吗? 你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 难怪和灵香大家伙臭味相投呢。 法器的运用, 是要本人亲自来握, 来战斗的。 阴念抬起举起龙刀, 猛地冲入了精神群中。 而不是躲在法器后头。 白娘娘这一下可是彻底拿出 恨不得要与阴念同归于尽的拼命架势。 要来杀死阴念。 连最后一点轻视都被他自己掐断了。 怎么办呢? 阴念又是一脚踹飞一座精神, 在那精神上又留下一道画痕。 如果你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用这种架势来和我拼命。 可能, 我真的就悬了。 但是你现在可是没了十座精神, 你又没有媲美虫族的恢复力。 别白费力气了。 你打不死我, 不过一个月我就活蹦万跳了。 可你呢? 你得被我打个半残吧。 比起阴念的刀。 阴念的嘴显然更气人。 我要是你啊, 我就早跑了, 躲着不出来, 以后看见我阴念就跪下来磕三个头。 大喊三声姑奶奶饶命, 再夹着尾巴跑。 阴念鼻子里发出得意的哼哼声。 气得白娘娘那张漂亮的脸都扭曲了。 其实, 比起轻视是她不想承认阴念的强大。 因为阴念得母树喜欢。 她看阴念不夸张地说, 和看情敌甚至没有任何分别。 那种理智上知道她的潜力。 但是却不愿意承认她已经飞速进步的拧巴情绪 在白群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承认潜力。 但是她潜意识里总觉得, 阴念要追上她至少还得几十年。 所以她能在她面前暂时保住那优越感。 可现在不行了。 她的自尊、骄傲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 阴念气势握着刀的手已经在隐隐发抖了。 别看她爆砍精神砍的爽。 实际上, 毕竟那么多座精神, 她被打中的时候更多。 虫族的治愈能力虽然厉害, 却也不是无敌了。 不然虫族早把母树给拿下了。 只是她现在还不能倒下。 只有睡睡能护住整个领地, 不让那些人进去搞破坏。 保住大家的财产。 而也只有她的精神力能覆盖住全场, 盯着在场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虽然这一波的叛徒已经可以说是被彻底清理了。 毕竟眼线们被关了一年半的时间, 已经憋疯了, 好不容易能出得去。 自然是一股脑袋都报名了。 不然万一以后再也找不到机会了怎么办。 但凡事都得多留个心眼。 万一有漏网之余? 趁着混战的时候, 同白娘娘这边的人告密修炼法则的事情呢? 所以, 睡睡是不可能动的。 她要监管全场, 一旦发现有人想要悄悄传音的精神力波动异常的。 她会第一时间压制住那人。 不过幸运的是, 英念朝圆心碎看了一眼。 圆心碎脸色苍白地摇了摇头。 截止到现在, 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异族人早就杀疯了。 首刃仇人的机会, 这次错过了, 就要再等不知道多久。 所以, 英念看见的也只有大家血战不退的景象。 怎么办呢? 英念看着白巡, 笑着说, 本来你就不如我。 现在母术该更看不上你了。 母术一定很后悔吧。 在你身上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源。 英念慢慢抬起了头, 以一种轻烈至极的姿态慢慢说, 你这个废物男人, 戳什么最痛呢? 当然是他最在意的东西。 白巡只觉得喉咙里涌上心田, 双眼也被憋得血红。 他的精神将英念围绕起来。 待混沌腾牵制住他, 鼎黄与我会合, 要杀你, 也不过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英念身边没有帮手。 圆心碎地顾着整体大局。 还有谁能帮他? 寿王还是墨天渊? 他们不弱, 可对上林霄就不够看了。 林霄? 原来你在等他啊。 英念咧嘴一笑, 咽下快要喷出来的一口血。 可怎么办呢? 你的林霄不会来咯? 他到现在都还没来, 是因为没听见这边的动静吗? 英念耸肩。 当然是因为他不会来了呀, 蠢货。 都跟你说了, 你真是没朋友的。 搁这儿幻想什么呢? 你们中年老男人, 就是爱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跟我在这儿死倔个啥? 看, 我都比你了解林霄那个人吧。 林霄那人, 别的不行, 背信气是做惯了的。 当然你也是。 唉, 这么看, 你还傻傻地觉得他会来, 你还是比他纯点。 不错。 英念背后, 已经都是因为过度恢复后产生的剧痛。 可他面上, 还是一派轻松。 没关系。 看见白群比他更痛苦, 他就不痛了。 林霄那次现在可是受伤严重了, 之前又多次被打断, 估摸着伤远远没好。 对他来说, 还会有比他自己的性命更珍贵的事情吗? 不会的。 哪怕林霄觉得杀了他很重要, 但绝对不会比他自己的性命来得更重要。 而且这种做伤光虎斗的事情, 他最喜欢了不是吗? 就像之前的白群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等他们和虫族打得两败俱伤了, 才慢悠悠地出来捡便宜。 二来嘛。 英念看向天空上, 正爆发出阵阵刺眼光芒的战场。 那是母术和混沌藤的战场。 上一次他就觉得, 他那次灌雷能落在林霄那边, 简直就是混沌藤故意地撤销了防御。 而林霄肆无忌惮地砍了混沌藤的身体去做神器。 这事儿他本来觉得是因为混沌藤衰弱了。 可现在看看天空吧。 哪里衰弱了? 这两人其实压根关系就不好吧。 英念心中不由地猜测, 难道之前只是混沌藤不愿意计较? 很多事情随便林霄折腾, 所以才这样的。 现在混沌藤想要来管事儿了, 林霄这颗不愿意当妻子的棋子, 恐怕就扎手了。 由此, 林霄就更不会来了。 英念十分确定, 白巡被他这一脸笃定的样子气得半死。 偏偏那边母术和混沌藤也不光打。 他们也打一次说一嘴呢。 母术想从混沌藤这边探听到一些情报, 总是拐着弯的套话。 你倒是对你那个继承人好得很。 他想杀英念, 你宁愿遭受反噬也要满足他的心愿。 母术本意是试探。 可没想到, 混沌藤来了个直球。 他定定地看了母术一眼。 突然开口说, 他不是我的继承人。 不过, 我看上英念了。 母术, 把他让给我如何? 母术都要被混沌藤得无耻气笑了。 让给你。 你当英念是什么物件不成, 还能被你我推来让去。 母术眯起眼睛。 混沌, 我曾经就告诉过你。 你若是将你手下的那些人都是做物件棋子的话, 怕是要被反噬。 看来, 你是一点都没听进去。 混沌换身对此嗤之以鼻。 你倒是对白巡和灵霄都吼, 把他们当个人。 在他们身上倾注无数心血, 可他们是怎么报答你的。 母术, 之前我也警告过你。 让你不要太过天真。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生来就容易被诠释和欲望迷住眼睛。 灵霄是这样。 白巡也是。 英念未必就不同。 这话是实话。 但偏偏最后一句, 在母术听起来十分刺耳。 你错了, 或许我曾经天真是真的。 那两人利欲熏心也是真的, 但英念不是。 少做出你那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批判世人。 英念和那两人不一样。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像是一记雷霆重拳打在白娘娘的身上。 这种话, 无论听几遍, 他都难以适应。 而且收走一个垃圾罢了。 看你竟然还挺高兴的。 灵霄那种人, 能背叛我, 也就能背叛你。 比起养一条毒蛇在自己身边, 倒还不如被他咬一口后, 丢掉它。 混沌换身似乎是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 你没了情思之后, 倒是灵牙利齿了很多。 可怎么办呢? 混沌疼的声音变得冰冷起来, 我今日是一定要带走它的。 不然短时间内, 可能就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母树背后法则涌现, 而混沌疼周围也出现了一团模糊的光运。 英念顿时觉得周围的灵力都变得稀薄起来。 不过混沌疼想要它。 英念微微皱起眉头, 他可不会觉得混沌疼是看上了他的天赋, 毅力什么的。 被他的实力和进步感动才来选择它。 他又不是第一次和他手下的势力叫板。 要想要收它从一开始就会丢至橄榄枝。 那会儿他和母树的关系还没有这么铁呢。 一定是突然有需要从他身上获取到的东西了, 才找上门来的。 母树和他这样级别的强者动起手来。 已经将周围的灵力榨钱得差不多了。 当然, 英念自个儿带着不少秘境灵山, 足够他打架的。 而对面的白娘娘储灵台又大, 估摸着打伤一日都没问题。 但底下那些人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那些实力比较差的人只能在这细薄的灵力里勉强维持。 但说用灵力攻击是不成的。 但没关系。 在大家都被这一变故经了那么片刻的时候, 周绍玉大喝一声踢爆他们的蛋。 简单,直接的指令。 在那些率先失去灵力对抗的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不管男女老少都已经直接抬起了腿, 重重一脚踹在人家的命根子上。 毕竟以这群人的实力迎战的肯定也不是什么非常将的人。 得敬爱啊,都是一样不能用灵力。 那肉搏就是比谁更无耻, 比谁更眼疾手快咯。 顿时,整篇战场上都传出了无数闷哼声。 周绍玉默默露出一个笑容。 在众人复杂的眼神中, 深藏功与名。 还得是我。 男人了解男人。 周绍玉得意洋洋的自言自语。 只是哪怕他们这边的人占据了先机。 可周围大环境的灵力确实稀薄的可怕。 母树是有心想要换个位置的。 但混沌藤却笑了, 就在这儿打吧,挺好的。 还是那句话。 母树即便拔了情思, 可还是将人当人。 可混沌藤不将虫族的命当命。 哪怕虫族现在是在为它效力。 况且, 虫族数量多。 虽然英念和袁兴碎之冷起来了。 不再让母树像以前一样只能归缩在一个地方。 但现在二打一夜也是事实。 英念不用回头, 就知道自己这边的阵营死了多少人。 英念, 你身上的恢复速度越来越慢了。 白娘娘低声恶狠狠道。 那又怎么样? 你身上的伤口不也是越来越多? 甚至在方才白寻被母树扎透心的那一刻。 她又找到机会, 直接毁了她两座金身。 那些难以恢复的伤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可那又怎么样呢? 英念简只想放声大笑。 毁了十二座金身, 无论如何半年的时间是修补不好的。 白娘娘需要比半年更久的时间。 可她不需要呢? 英念有些骄傲地昂起头颅, 朝母树点了点头。 母树心领神会, 她明白英念的意思了。 占到便宜了, 就可以脱身。 只是鼎皇来她很容易就能脱身, 混沌疼怕是不容易。 就在母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重伤混沌疼带着大家脱身的时候。 一团突然从天地间涌出来的大片浓雾, 将两人裹住。 不仅仅是将两人裹住。 甚至还迅速蔓延到了战场上。 英念吸了一口, 当即就脸色俱变。 草啊! 剧毒浓雾。 她立刻将灵力裹住全身, 不让自己吸入这些有毒的雾气。 则啊, 看见这物的混沌疼却没有多少吃惊, 反倒只是露出了厌烦的神情。 烦人, 她眼中有浓重的戾气一闪而过。 那些白骨纷纷往她的心窝里钻, 时间越长, 就越让她难以保持理智。 反倒是母树倒是松了一口气。 哼, 看来这次也不是不行了。 母树对治浓雾是又爱又恨。 在漫长的战争时期, 她曾阻挠她多次, 也曾救她多次。 因念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 但看母树的神情, 就知道今日还是能脱身了。 她当即仰头冲白群一声冷笑。 长刀直指白群。 下次再见, 十招斩你。 白群被气得更厉害了。 今日, 她就是一个手气包。 不过, 她显然也是认得着毒物的。 又看了一眼明里暗里, 竟然还对英念这个小贱人十分维护地混沌疼。 再没有一点迟疑。 直接带着自己的部下跑了。 异族这边倒是还想追。 可里芝拉扯住了他们。 英念带着众人迅速退回母树领地内。 在领地内部, 有原心碎撑起的防御罩, 毒物进不来。 大家终于能大口呼吸。 那是什么鬼东西。 原杰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汗, 搀扶着受伤不轻的安婉。 怎么会突然出现的? 那是帝母胎悟。 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是透支了治愈能力的尹奶奶。 尹奶奶看着这胎悟, 有些又爱又恨地摇了摇头。 你们将她看成是这片天地最后一层防御网就行了。 众人不解。 但好在母树也已经及时脱身归位。 她一回来就接替了原心碎的位置。 绿色的后石防护罩再一次撑了起来。 原心碎收回手的时候, 脸上的神情颇为淡定自若。 但英念一眼就看穿她了。 抬手慢慢摸进她的袖子里。 原心碎吃了一惊, 转过身看见是英念, 就又抿了抿唇低下头。 英念摸到了她颤抖不已的手, 心疼得不行。 忍不住就又多摸了两下。 那边正在给大家说明的尹奶奶 看见这一幕幕火中烧, 当即大声吼。 英念。 原心碎! 你俩能听就听, 不能听就滚出去疗伤。 不要在底下光天化日的做那点子羞羞的事情。 众人的眼睛刷一下就看了过来。 目光落在她使劲往原心碎袖子里钻的手上。 人原心碎低着头, 耳间红红的还不敢吱声。 单身光棍周绍玉忍不住羡慕的呲牙咧嘴。 英念, 知道你急。 但是, 你也别那么急。 英念, 她真的就是想传点精神力给他们家睡睡。 英奶奶都不想听英念说。 直接一挥手接着讲了。 你们都知道, 天道和混沌的诞生。 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和保护这天地上的居住民。 也就是我们。 她神情严肃, 这胎物和天道术, 以及混沌藤, 其实是一样的存在。 只是她没有神智。 只会再感应到, 居住在这天地之中的这些居住民们快要将这片天地彻底毁掉的时候。 出现在战争源头处。 而那个时候, 对这片天地来说。 我们这些居住民, 其实就等于在破坏她的寄生虫了。 拉拉愣了一下, 可她是无差别攻击啊。 是啊, 无差别攻击。 尹奶奶忍不住弯唇, 对这片天地来说, 只要危害到她的。 都是寄生虫。 我们和虫族, 和叛军有什么区别吗? 她又不分对错是非。 正因为如此, 才会孕育出混沌与天道术。 天地自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体系, 一旦事态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不管是天道术, 还是混沌藤, 都是杀尽的。 自保, 乃是最后的底线。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对她又爱又恨的原因了。 那么多次战役中, 不可能一直都是虫族占据上风的。 也有母树迎面大的时候, 但她可不管谁的迎面大。 你的战火打到, 快要将天地打裂了, 打穿了生灵涂炭了。 不管是谁, 都毒死你。 银念明白了。 因为我们这边和混沌藤那边一直以来, 实力都是差不多的。 哪怕有差距, 也不大。 银念揉了揉自己的眼角。 所以, 每次打起来, 就久久不能结束。 说一句, 生灵涂炭, 确实不为过。 大战之后要休养, 也是因为这个吧。 免得被毒物毒死。 所以, 如果我们想要彻底弄死虫族和叛军, 只能以绝对强大的姿态, 军临这片天地。 就好像那白娘娘, 她能造成的杀伤力, 绝对不小。 可若是银念真的十招内, 把她顺杀了呢? 她有招她也用不出, 用不出就造不成双倍的破坏。 战斗的伤害性也能缩减在最小。 若还是怕毒物, 她们就先顺杀白娘娘断了一边的, 再去杀虫族那头。 但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她们极其强大的实力上。 难怪, 一念默默想, 母术说要忍着。 忍到大家把能学会的法则都差不多学会了, 再彻底亮出底牌。 感情也是因为这毒物啊。 上一次大战, 母术和混沌藤直接对上都是很久以前了。 所以, 领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毒物的事情的。 现在年轻一代知道了毒物的存在, 心里是觉得有安全感了, 又被束缚住了。 这毒物对他们任何一方可都真是公平公正啊。 突然, 有人想到了他们这次出去的根本目的。 阿桑猛地看向英念, 可惜了英念, 你没去城藏宝山, 要不以后别去了吧? 我看混沌藤盯上你了。 怎么说呢? 混沌藤虽然看着比鼎黄情绪稳定多了, 但他无端就是觉得他甚人的很。 宁愿面对鼎黄也不想面对混沌藤。 嗯, 以后不去了。 英念笑了笑, 盯着大家或多或少有些失落的眼神说, 因为我已经拿完了。 众人? 什么叫已经拿完了? 就在这时, 大家才发现, 圆心碎的长袍底下慢慢地钻出了一个 手臂肉乎乎, 肚子鼓挺挺的小女娃。 刚才打架, 她好害怕的呢? 她两只手捂着自己的嘴巴。 她害怕自己吐出来, 但好在她牢牢稳住了, 没吐。 可现在安全了, 她就有点忍不住了。 吞吞弯腰, 呦, 不小心漏了点出来。 众人只见一座宝山, 哐当一下, 就堆满了整个场地。 里头的宝物, 各顶个都是好东西。 大家看得眼睛都直了, 阿桑的好奇心又从喉咙里爬了出来。 英念, 你什么时候去拿的? 你不是一直在和白群打吗? 可别说是用自己的分身去的。 和白群打成那样, 傻子也知道是本体了。 当然是我们去的了, 你们都没发现我们没参战吗? 旁边的辣辣顿时骄傲的一挺胸, 实力强的就能开启十重封印哦。 我们虽然不如主人, 但是联合起来也不差的。 花费点时间开个封印没问题。 更何况, 窝窝还精通精神力。 可那动静不是, 阿桑的话还没说完自个儿, 就明白过来了。 母树和混沌藤在这边打得昏天黑地的。 谁还能注意到那点动静? 这是一口气将所有宝山拿完了? 趁机! 看着这冰山一角的财富,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袁心碎身上。 袁心碎? 你一下就成了我们领的最有钱的人了。 阿桑羡慕道。 可就在这时, 母树慢悠悠地开口, 不算。 众人愣了一下, 按照县祖长辈们的心愿。 司徒雪说他做主了, 其中一半要给他用作聘礼, 送给阴念。 众人的眼神更吃热了。 纷纷看着阴念, 神情明显变得更加高兴了。 周少玉想不通, 看着阿桑突然贬得乐呵呵的样子, 挠头问。 你们干嘛, 都这副神情? 宪祖要给, 也是给阴念嘛。 怎么看你们的神情, 就好像是他们要给你们一样呢? 谁知阿桑瞥了他一眼轻哼一声, 这你就不懂了吧? 东西在袁心碎手上, 我们是换不了的。 但是阴念不会, 我们若是有急需的东西, 那东西对阴念来说又不紧着要。 可以等价交换, 阴念肯定会同意的。 当然, 说的是等价交换。 其实以阴念那个性格, 对上他们, 他可不吃亏。 但怎么说呢? 县族那边那么多的宝贝, 总有他们需要的吧。 这话阿桑没有克制, 叫阴念得听见了。 阴念立刻扭过头, 有对上众人亮晶晶的眼神, 笑着说, 若是真有我的一半。 等价交换是不可能的。 这可是县族前辈指名料要给我的。 县族前辈以前那都不是等价交换了, 都是倒贴, 为此还被当成冤大头。 遇到难事, 人人都想着将他们包皮拆骨。 想来也是不希望我将这些东西, 拿来换给别人的。 人家抬举我, 我不能不顾长辈们的想法是不是? 大家一愣。 却听见阴念接着说, 当然了, 我回去好好问问, 说不定有转机的。 但是等价交换是不可能的。 果不其然, 阴念冲众人露出一个笑容。 要知道, 要求到别人身上, 那都是要保命的东西了。 价格能要吗? 那我先走了, 大家若是确实有想要找我置换东西的, 还是慎重考虑吧。 说完这话, 他直接拉着原心碎消失在了原地。 宝物动人心。 他觉得, 将这些事情说在前头会比较好。 当然, 之前说的那些去藏宝山挖宝将大家喊出去的那个是。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他哪里来的立场让, 除了陷族之外的人去分那些宝物呢? 只不过是为了引出叛徒罢了。 诛杀叛徒, 人人有责吗? 他走得毫无心理负担。 母术也完全放任。 行了, 都去修炼吧。 他脑子里想的却是混沌疼的事情。 看来英念这边的修炼要抓紧进度了。 英念带着还有点想吐的吞吞来到了司徒雪面前。 司徒雪这会儿看着英念的眼神比之前还要热切。 谁不喜欢又能干又聪明还有分寸的孙孙孙媳妇呢? 我都听见了。 司徒雪拉着他坐下来, 一脸笑容说。 那些人说想要从你手上置换这些宝贝。 你告诉他们等价交换是不可能的。 这话说得真好。 实在是痛快。 他们陷族在差点被灭族之前都是一大群的冤大头。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怎么没有自私一点呢? 所以, 阿帕他们这些一时还留存在训练场, 也知道外面因为大战死伤无数。 却一直都没有将自己藏着的这些宝物拿出来。 就算他们当时已经觉得 县族这边可能连一个活着的孩子都没有了。 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我们县族为别人, 为大局考虑了一辈子, 不想连死后还这样。 司徒雪摸上英念的脑袋。 你是个好孩子。 要生存在这世上, 本就讲究一个刚柔并济。 我们过柔, 原小子过刚, 好在有你。 英念从司徒雪的眼睛里看到了浓重的悲伤。 那那些宝物还要置换吗? 司徒雪眼神一变, 语气也跟着变了。 你们用不上的, 当然可以置换。 让他们带超过原物价值的两倍的东西带来换。 不然是不换的。 司徒雪在看见原心碎和英念之后, 其实这么多年, 积攒在心中的怨气已经少了很多。 而且, 外面还有, 那么多的县族孩子和被救回来的庞之们。 要重振县族的荣光, 手上的资源肯定是越多越好。 不将这当成是救主。 看成生意就行了。 可没想到, 英念却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两倍。 他考虑了一下, 还是实话实说, 会拿更多的资源来换少量指定资源。 那都是救命的资源。 有的时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两倍怎么够呢? 至少三倍吧。 若是来换的那人是县族的至亲好友, 那自然, 您若是同意等价。 我便也同意等价。 比如寿王那样的。 三? 三倍? 司徒雪嘴角抽出了一下。 他以为自己现在已经非常冷静且淡漠心狠了。 没想到英念竟然还看不上他提出来的建议。 好, 就三倍。 司徒雪心中越发觉得痛快, 用力拍拍英念的肩膀。 朝身后的元心碎说, 你也别死绝着不给, 不赚白不赚。 那自然。 英念揽住元心碎的胳膊, 亲兄弟还没犯账呢? 更何况, 我又不做慈善。 就算是他自己抢来的那些资源, 除了他自己认定是家人的那些人, 想要从他手上拿到便宜的事情, 也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看他们聊得差不多了。 神妮终于忍不住, 从天宫里猛地攥出来, 用自己的脑袋狠狠蹭了蹭英念的手指。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只见神妮的尾巴尖拍了拍吞吞。 示意他将用来给他修炼的那些宝贝拿出来。 吞吞冷哼了一声, 听着鼓鼓的小肚子看向英念。 英念不发话, 他是不是吐出一点点的? 没事, 拿出来吧。 英念点了点他的眉心。 吞吞马上就改了之前的高冷样子, 立刻将那些宝物一件件整理地掏摆了出来。 神妮, 就看不惯这些人谄媚的嘴脸。 他在想, 心里冷哼一声。 下一刻, 伸出自己的尾巴尖, 非常小心地勾住了英念的小手指。 在空中撒娇般地晃了晃。 用那双灯笼大的眼睛, 朝英念露出一个娇羞又渴望的眼神。 主人。 啊啊。 范范。 英念。 吞吞。 早说了吧。 这种蛇养灼养着, 就变成绿茶蛇了。 哼。 吞吞瞪了他一眼。 英念忍不住弯起唇角。 蛇妮是养不熟的, 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毕竟无心道就是这样的存在。 但是只要他能压制住它, 他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最近蛇妮确实很努力, 吃苦受罪的也多。 英念这次倒是不为难他了。 行了, 马上。 蛇妮眼睛羞的一下就亮了起来。 他这可是第一次用这种不要脸的招数。 没想到竟然这么好用的吗? 难怪那几个崽子都这样贴着英念呢。 哼哼, 原来英念吃这一套。 他自觉已经看穿英念了。 迫不及待地就跳进了司徒雪抬手弄出的阵法中。 那些好不容易被带出来的宝贝, 其实是一块块深黑色的石头。 上面散发出浓郁的恶念和咒怨之力。 都不用说去摸了。 哪怕多看一眼, 英念都能感觉到一阵阵心惊肉跳。 这些石头是以前, 我们的第一任组长, 深入几个爆发过大战的死地挖出来的。 那些人的怨气完全凝固汇聚, 形成了这恶念石。 我足曾经想利用这恶念石头来增强法器的杀伤力。 不过当时这个想法没能付诸实际, 招来的许多炼气石都失败了。 直到后来, 我们发现这恶念石只是放在人身边。 若是时间长了, 都能引得那人发狂发怒, 这才将它封印起来。 直到无星道的出现, 这东西竟是成为了魔教最好的补品。 尘封已久的东西才被重新启用。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第二次想要利用这东西, 依旧带来了很惨烈的结果。 我们管这个叫诅咒之石, 不可能给使用者带来幸福的石头。 因念, 虽然之前已经问过你一次了, 但是我现在还是要问问你。 司徒雪神情凝重, 你真的做好这个, 准备了吗? 这玩意儿, 和你之前接触的那些增怨之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念点头, 我知道, 我已经想好了。 他握了握圆心碎, 因为担心而变得有些过分冰冷的手。 我是做好了充分准备, 才下的这个决定。 司徒雪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面上神情骤然严肃起来。 既如此, 你入阵吧。 司徒雪选了一块最小的石头, 让他压在那阵眼之上。 而旁边站住的, 就是因念和蛇妮。 只见司徒雪手上骤印连结。 无数系小光阵, 从他的左手指尖顺滑地跳动, 翻飞跃入右边的指尖中。 那颗小小的石头, 顿时喷吐出大量的乌黑浓墨。 将因念和蛇妮, 直接包裹了进去。 外面的人看不清楚里头的情况。 原心虽忍不住上前了一步, 但还是生生忍住了。 虽然看不现, 但好在能透过精神力的活跃程度 来确定因念是否安全。 我会帮忙看着的。 司徒雪同样神情凝重, 拍拍原心碎的肩膀说。 只要一有情况, 我就会终止阵法。 阵中的因念却除了一开始的黑雾 有点遮挡视野之外。 一个眨眼的功夫, 眼前竟然就是另一片空间了。 他诧异地左看右看, 旁边的蛇妮和他一样。 来到了陌生的地方之后, 有些警惕地左右甩动着舌头。 这是哪儿? 蛇妮虽然嘴上这么问, 但脸上却都是笑容。 他舒服的鳞片都想要全部张开, 这里的空气很适合他生存。 真是个好地方呀。 蛇妮的眼神慢慢有了些变化。 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一大片的荒地。 其实说是荒地都有些抬举他了。 这简直就像是之前被轰炸过后的残破万玉一样。 甚至比万玉还言重许多。 因为上面有散不开的怨气和死气。 咯噔噔噔。 有轻儿戏的脚步声传来。 这鬼地方还有人? 蛇妮看向阴念, 阴念却不吃惊。 她平静地看着这组宙石耍花样。 只见一个浑身上下都裹着一层红布的人慢慢从荒芜的边线一步步朝着他们走过来。 那人走一步, 身体就往前飘一阵。 再搭配上那清晰的声音, 就好像它是踩着你的耳朵一步步走过来的一样。 蛇妮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而尹念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不过几个眨眼的功夫, 这人竟然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而他身后似乎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影子, 只是一黄眼。 那些影子就又都不见了。 他的脸, 贝隆在那红色的帽兜里, 朝阴念身出手。 孩子。 那手库兽, 你帮帮我。 话音未落。 就被旁边已经支起身子的蛇妮一口吞了下去。 蛇妮甚至还砸了两下嘴巴。 嗯, 味道不错。 那在后头晃晃悠悠, 若隐若现的影子们都旁扶齐齐停顿了一下。 音念一拳头砸在蛇妮的肚子上, 蛇妮扑的一口将剩下一半吐出来了。 不过不是什么血淋淋的场景, 而是一节散开的黑烟。 乖, 别什么东西没弄清楚, 就往嘴里塞。 音念拍拍蛇妮的脑袋安慰他。 蛇妮委屈巴巴, 可他闻起来真的很香吗? 那我要怎么吃? 来这里不就是增强实力的吗? 音念一想, 也是。 盯着这一缕攒动的黑烟陷入了沉思, 总不能煮熟了翅膀。 这也没办法煮熟。 大概是被他们俩这一唱一和的话给激怒了。 那身后原本还若隐若现, 营造出鬼故事氛围的影子, 纷纷现出了实体。 他们都披着红色的长袍, 身形完全隐藏在红袍里。 你明明是人族, 却残害同族。 你是坏孩子, 坏孩子要受到惩罚。 他们口中发出呜呜哭声。 老三, 你死得好冤, 生前就被混沌藤被判折磨, 就只剩下这一点一时。 还被你一口吞了。 混沌藤? 阴念挑眉看向他们。 感情是天道术还没在的时候。 当时的那批人? 你这女人? 你难不成是混沌藤那派的人吗? 几个听起来声音苍老的身影将他团团围住。 言辞中的悲切痛苦都要意味来了。 阴念被围在中间。 用手指掏了掏耳朵。 他看了一眼前头激人。 嗯, 我无情无义, 不配为人。 不过各位, 你们不累吗? 众人一顿。 就听见阴念接着说。 我说, 你们对着我的时候, 口水都要流下三里地了。 恶意都要冲出来了。 变善恶法则, 他已经学会了。 所以从一开始, 他就知道那第一个扑过来的人是什么样的存在。 他不知道那人生前如何, 可现在, 他确确实实是极致的恶。 不然, 为什么这个石头叫被诅咒的石头呢? 还跟我在这儿装什么呢? 阴念耸肩。 而且你们刚刚说的那些话, 他眼睛笑得眯起来, 我能感觉到, 都是骗人的。 阴念也是最近才学会的这个法则, 也是他第一次用。 可用了这个法则之后, 阴念才明白, 母术和牙牙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事件。 纵然这法则不能一直开着, 也不能对着所有人一块开着。 但他只是对着这群身影用了一瞬, 那扑面而来的恶意就扼住了他的喉咙。 他们口中说出来的那些话, 像是尖刀一样刮着他的耳朵。 刺耳, 风锐, 旁扶要将他的耳朵翻过来搅动一样。 谎言, 恶意, 直面而来, 让他觉得窒息又作呕。 母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一直一直撑到现在的吗? 除了灵霄和白群之外, 他应该还感受到很多的恶意。 阴念抬手, 慢慢抚摸着蛇妮的脑袋。 对面那些影子的情绪变得更加糟糕。 胡说八道? 我们没有说谎。 就是混沌藤害死了我们。 呵呵, 他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我们是无辜的。 我们有什么错。 他们裹着的红袍上不断被周围的狂风吹得舞动起来。 阴念眼前的场景又变了。 那些人消失了。 但是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崭新的他从未看见过的世界。 他眼前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领地。 领地里头的人他一个都不认得。 而现在母树所在的位置却不再是母树。 而是一株巨大的紫色藤蔓。 阴念仰起头。 那是混沌藤。 混沌藤连线天地, 无数根须盘绕蔓延出去。 他的分支也遍布领地四周。 领地上的孩子们还扯着那些藤蔓完荡秋千。 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笑容。 只是笑的也只有孩子了。 他看见周围的大人们都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 阴念能看见他们, 他们却看不见阴念。 很显然, 这是他们的记忆。 他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来一个都喜欢抓着他让他看他们自己的记忆。 鼎黄是这样。 这帮人也是这样。 不过事关混沌疼的过去, 他也不介意看眼就是了。 领地上的人来来去去, 当时没有充足。 他们可谓是生活得很幸福。 只是脸上的酬绪却一直都没有散开。 阴念看见三三两两的人躲在角落小声说, 听说最近那棵天道树又长高了。 灵力也增强了。 是呢? 旁边有人苦着一张脸接画。 原本他诞生的时候, 只在边角地占了一百里的地盘。 但是现在已经绵延扩升到八万里了。 听说那边的灵域浓度已经上去了。 再这么下去, 灵力浓郁程度都要赶上咱们的领地了吧。 别胡说, 咱们的混沌藤渴比他厉害多了。 有人紧张地捂住了说话那人的嘴。 紧张地往四处看, 低声呵斥。 我们现在有这种好日子过。 不都是靠着混沌藤大人。 要不是大人, 咱们早就被外面的流奴给占了领地家园了。 咱们肯定是要力挺大人的。 那天到树那么小一刻, 成不了气候。 每个时代肯定都有一些类似虫族那样的存在。 不过规模大小有差一把了。 他们口中的流奴肯定就是那样的存在了。 不过很显然流奴不成气候, 他们的领地非常繁华又安定。 孩子的脸上看不见一点阴霾。 甚至很多孩子放在母树领地上都已经是擅长杀敌的年纪了。 这边甚至都还不紧着修炼, 日日出去玩耍。 阴念的视线在说话的那些人脸上轻轻带过。 他看向那棵庞大的混沌藤。 比起母树, 这棵混沌藤看着更加高大。 他的年纪是比母树要大的, 母树是新生。 而他应该才刚由盛转衰。 阴念正看着, 面前的场景却再次扭曲起来。 无数烈火从地面钻了出来。 面前那些还在蹦蹦跳跳的孩子们被无数藤蔓穿透了身体。 他们身上的血液不断地流入藤蔓的身体里, 被吸收殆尽。 面前是惨烈的哭嚎声和求救声。 大人, 大人放过我们吧。 所有领地的人都被藤蔓抓住, 穿透。 他看见了巨大的古老阵法, 盘踞在整个领地的上空。 而混沌藤不如之前他看见的那样粗壮高大了, 他萎缩了很多。 像是已经要被淘汰了一样。 相反, 英年在不远处看见了哪怕距离很远。 但依然在天际一角顶出一角绿色脑袋的母树。 一个日益强盛, 一个逐渐衰弱。 这片天地的选择是如此显而易见。 可很显然, 混沌藤不甘心。 他不允许自己就这样死去。 天地不再供给他养料, 他就从这些人身上抽取养料。 大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哪怕放偶的孩子也行啊。 混沌藤, 我求你放了孩子们吧。 他们凄厉的声音卷在从地面伸出探出来的火蛇里, 被一把撩成了火红灰烬。 混沌藤, 你残杀子民不得好死。 他们痛苦地死去, 在死前刻下了罪恶毒的诅咒。 因为混沌藤完完全全吸收了他们的生命力和能量。 你的罪孽不会消失。 我们会一直跟着你的, 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终会像我们一样, 永远地被困在这地狱烈火中, 常常被烈焰焚身的滋味。 眼前的景象和他们的声音一起扭曲起来。 在最后一刻, 他看见了重新变得庞大起来的混沌藤。 那些惨叫声骤然消失。 他眼前重新出现了那些身影。 他们面向英念, 大戴斗帽里的眼睛是在狠狠盯着他的。 你现在知道了吧? 那个人的恶念? 嗯, 知道了。 英念认真点头, 但紧跟着他歪着头。 所以呢? 反正我本来也是要杀他的。 你们让我看这个, 是想让我知道你们死多冤枉吗? 哪怕是此刻, 他依然能从这群人身上感受到刺骨的恶意。 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 想要呕吐的粘稠感。 随着恶意附着在他的每个毛孔之上。 那些身影往前进了一步。 朝英念伸出手。 你竟然哪还问我们? 你不觉得我们可怜? 不想帮帮我们吗? 他们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嗯, 觉得你们可怜, 也是帮你们的, 我会帮你们杀了他。 英念认真点头, 顺便避开他们伸过来的手, 皱着眉头, 说话归说话, 不要动手动脚。 英念感觉到这些人更生气了。 谎言? 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小贱人! 我们要为自己报仇才对, 把你的身体交给我们。 最后这句话, 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所以, 这才是诅咒之时, 这里被关了无数恶念诅咒。 这些恶念, 其实连魂魄都算不上。 只能算是恶意凝结的一些执念, 无差别的攻击人, 侵占人的意识。 英念很确定。 司徒雪说, 最开始那波接触了这些石头, 就变得暴躁易怒的那些人, 就是被这些诅咒影响了。 我的身体, 你们怕是要不起。 抱歉了, 我会杀死混沌疼的。 所以你们安息吧。 英念松开了嗯在蛇尼尔额头上的手。 沙那间, 蛇尼尔整个身形暴涨, 一口就将面前数十个影子吞了下去。 如果说这些诅咒意识对普通人杀伤力巨大的话, 那专吃这些东西的蛇尼, 就是他们的克星。 他们的所有恶意, 只会成为蛇尼的滋补品。 看见蛇尼暴涨起来的身躯, 她头上伸出了胶脚, 背后也出现了巨大的胶意。 这熟悉的样子, 唤醒了这群诅咒意识的记忆。 哈哈哈哈, 是那不怕死的恶骄又来了。 他们死死盯着英念, 别怕, 撑死这恶骄, 是个什么了不起的角色呢? 原来竟然是之前那种族的后代。 让他吃, 吞了他, 操控他。 无数尖锐的笑声围绕着英念和蛇妮。 英念眉头都没动一下, 因为这群人压根动不了他。 蛇妮直接就将那些冲过来的影子, 直接一口吞了。 蛇妮吃嗨了, 一口一口, 瞬间就让肚子变得鼓鼓胀胀起来。 她的脑子也好像在这一刻跟着膨胀起来。 那些吃下去的东西, 变成了一道又一道的声音, 在他耳边细碎地掏念。 你这么强, 难道不想彻底掌控那个女人的身体? 将她的身体变成你自己的身体吗? 你还想受制于人到什么时候? 我们会帮你的呀, 你别怕她。 那潜力巨大的身体就是为了你精心打造的, 只要你操控了那身体。 这事上还有你办不成的事情吗? 我们联手, 就一定能压制那个女人了。 这些声音不断地在他耳旁环绕着。 蛇妮的眼神变得模模糊糊起来。 她突然停止了吞噬的动作。 直挺挺地转过身, 本来还能弯折的她, 现在就跟筷子似的。 一条直到尾。 她张开了嘴, 对着音念流出了咸水, 滴滴答答落下来。 而她身后, 那些诅咒一时窜来飞去。 笑声越发得意, 庞福已经看见了音念被撕开的样子。 吃了它! 就是现在! 蛇妮张开嘴, 猛地朝着音念就窜了过来。 她的牙齿是那么尖锐。 只需要轻轻一下, 就能将这个不知道怜悯他人的伪善女人撕得粉碎。 她们脸上甚至都已经出现笑容了。 却见那女人突然抬起手。 动! 蛇妮被狠狠捶到了底下。 嵌入在她脚下的地面中, 音念两只眼睛完全变成绿色。 重足一时瞬间打碎了蛇妮脑子里的那点不清醒。 诅咒一时们都窜不动了。 她们甚至看见音念还给自己弄了个椅子, 大摇大摆地坐下了。 她挑眉, 那双翡翠色的眼睛盯着甩着脑袋。 眼睛重新变得清明起来的蛇妮, 轻描淡写道, 清醒过来了。 蛇妮吐了吐舌头, 点头, 扭头恶狠狠盯着那些诅咒一时。 可恶, 竟然敢操控她。 虽然她的娇生目标就是夺走音念的身子, 可绝对是她自个儿做的, 不能是被蛊惑的。 那还愣着干什么呢? 音念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蛇妮额头的鳞片。 让那些家伙看看, 到底是谁控制谁。 去吧, 好孩子。 音念从未有过的温柔吞了他们。 自从音念进去之后, 司徒雪和元心碎就没有挪开过眼睛。 而那阵法也没有传来一丝一毫的波动。 直到一声细碎的声音响起来, 两人才如灵大敌地看向那阵法。 司徒雪感受着阵法上的变动。 可阵法, 稳得很啊。 元心碎也察觉到, 音念那边并没有任何问题。 她的视线就落在了那颗黑色石头上。 是诅咒石。 元心碎挑眉, 她要裂开了。 话音刚落。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那诅咒石竟然被直接炸裂了。 裂开的碎块落在地上, 上面已经没有任何的邪恶气息。 裂开了? 司徒雪难难? 这怎么可能呢? 之前至少有数千个孩子一起用过这个诅咒石。 可诅咒石顶多就是被削弱一点。 但只要放置一段时间, 这些恶念诅咒就会再生。 这玩意儿的顽固她是最了解的。 可现在, 一块石头彻底飞了。 就在司徒雪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剩下的所有诅咒石竟然都对着阵法飘过去。 司徒雪没有动。 元心碎更不可能动。 那就只剩下一个了。 司徒雪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要一口气解决这么多的诅咒石。 从朝核心深处, 混沌藤坐在她长呆着的那核心阵法处。 她身上到处都是伤痕。 不只是和母术交手留下来的伤痕。 更多的是恶念的反噬。 周围的墙壁, 她坐着的地面上到处都是白爪。 大概是因为血肉都已经被焚烧完了。 所以, 只剩下这一副枯爪。 只要她在哪里, 这些恶念就会跟到哪里。 混沌换身以往呆在这里, 睡住的时候比醒住的时候多。 可自从上次因念来过之后, 她就再没有睡过。 这一次亲自出手还是失败了。 她脸上也没现什么懊恼和愤怒的情绪。 只见她将无数声声磨敷在自己的伤口上。 伤口立刻就愈合了。 那些白肘发出了不甘的尖叫声。 不过, 她却完全没有在意这些东西。 反倒是一脸若有所思。 白寻吗? 上一次见到她, 她还是在母树身边的。 不知怎么的, 她脸上露出了一个有些意味深长的笑容。 她身上的气息倒是有些奇特。 不知情绪。 Dark